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用五花肉做一道菜 那调味非常简单 做工也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买一块厚厚的五花肉 然后再准备一些海鲜酱或者叉烧酱 就可以做出夏天里BBQ的味道 首先呢我们五花肉洗净切片 那比一般的肉片呢要切的厚一点点 不喜欢肉皮呢可以这样把肉皮留下 切到最后我们转一个头 把皮先下下来 切好后我们调味 料酒 盐 一磅上下的肉 给两到三克的盐 大约半个teaspoon这样 然后我们放酱 大大的两个tablespoon这样 接下来我们就用手好好的给它按摩几分钟 海鲜酱呢颜色深一点 而且呢没有叉烧酱来的那么甜 那看你个人的喜好 这道工序哈如果你白天忙可以隔夜就准备好 放在冰箱 然后套上塑料袋或者盖上保鲜膜 让它腌制入味 那煎的时候呢 因为肉里面已经有很多油了 所以我们不放油了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 火要稍微小一点 待到它自身油被逼出来后 我们再把火转大一点 一块一块都要打开铺平 待你听到有吱吱吱声音 说明它油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火稍微开大一点 那如果是带皮的话呢 它可能会爆的厉害 你可以盖上一个盖子 差不多三五分钟后呢 我们就可以试着翻面了 就是油出了很多 也不能心急 还是不能用很大的火 因为酱里面有很多糖粉容易浇 再一个几分钟 我们再翻面 就这样来回翻个两三次面 这道菜就可以上桌了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